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7月20日礼拜三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 新鸿基地产公布了 屯门最大的私楼项目 Lofland的第一张价单 涉及165个单位 Lofland第一批折实的平均赤价是13188元 对比近一年 认市的新盘 是低出了市价超过28% 第二宗消息 根据星都日报的报道所说 新世界发展正放售旗下的非核心物业 涉及的资金高达超过100亿港元 其中 荃湾的大型地标商场D Park 如景新城 更加是重头起 索价高达60亿元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亿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起去看看发展商散货的情况 现在很明显是很急于散货 看看有没有业主上钓 所谓姜太公钓鱼 缘者上钓 Lofolin 好了 这个屯门新盘 原来就是 全个区里面 最大型的私楼项目 究竟 这个新盘是位于哪里 我特意查一查资料 发现这个盘 其实位置都比较偏远 从这个兆康站走过去 都要是10至15分钟 是有超过一公里远的 而且途中那些马路 全部都是大部分的路段 没有遮掩 走就很不方便 位置偏远 至于附近有什么建筑呢 有多条公共屋邨 还有在青山医院对落 值不值呢 当然见仁见智 这个世界咸鱼青菜 各有所好 好了 我们看看新盘放售的情况 昨天新鸿基公布了 第一张价单 是涉及165个单位的 以60日现金付款计划 最高一成半折扣优惠来到计算 折实价就是入场价格就是329万7100元起 是近一年半以来最便宜的入场价新盘来的了 好了 平均的赤价是13188元 对比起屯门区内近一年应市的新盘又怎样呢 上南平均赤价为18388元 预海湾第二期平均赤价18419元 所以这个13000元其实就低于市场价格超过288元 这个数字就很厉害 288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超过四分之一 即是说原本100元卖给你的上年 今年75元给你 那有没有那么大脚 哪一趋街跳呢 当然了 现在事实上它就是低了 原本那个市场价格 两成八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这样的 一个愿打就一个愿挨的 肯有人买的 新鸿基地产副董事总经理雷霆就说 Lofland坐拥港铁兆康站 和屯门站的双站优势 故此 今次的开架 就是坐拥双站的无敌架 那我又不是很明白了 因为你又不是在邵康站或者屯门站旁边 老年那么远的 走都要整十几分钟的 整公里远 邵康站 屯门站更远 那我不是很明白了 是不是 不过卖楼就当然是讲灶头的 卖花赞花香 难道说他臭吗 是不是 好香的香的 哈哈 新鸿基地产代理总经理陈汉伦就说 今次推出的首批单位 包括了有15伙的开放式 13伙的一房 124伙2伙 和13伙3伙 使用面积从247平方尺 到561平方尺 截实价格329万至764万 截实尺价从12000元到14000元不等 最低售价就是第二座的五楼基室 面积为247平方尺 开放式的间隔 截实价329万 尺价13300多元 那我又要再提醒了 这些所谓开放式的单位 外国叫做Studio Flat 扩跌能力最低 这些只是所谓纳米楼盘而已 247尺 或者一走进去就已经是一眼望了 什么叫开放式间隔呢 他除了那个厕所是有门的之外 其他全部都没有了 厅也是他 房也是他 除房也是他 那值不值当然我经常都说见仁见智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想炒楼啊 想着投机那些呢 我劝你米济了 自住的 麻烦你也想想了 一支公的可能可以 247 多一个人啊 两公婆啊 好话不要听 日对夜对啊 迟早都 吵架了 是不是 这些单位 就是你情愿 出去租个大小小 247尺 你眼望我眼 一眼望了 一支私人空间都没有 是吧 你想过了 真是 我提醒那些人 尤其是炒楼 不要买了之后 又哭苦哭忽 伸到树叶都落了 没有人可怜你的 我们这个节目呢 很有良心的 先说给你听 是吧 好了 发展商同样就提出了一个叫做全新的渐进式公款计划 那么这个是什么家伙来的呢 雷霆副董事总经理就说 这次特意提供这个计划 是想帮助那些年轻人置业的 特别是部分的租楼人士 令到他们初期的公款 是相等于现时租金一半的水平 减轻他们的公楼负担 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这个世界 正如叶柳所说 有得必有失 是有取捨的 因为这个所谓的渐进式公款计划 其实就是先甜后苦 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来的 渐进式公款计划 还款年期最长是三十年 以入场单位二座五楼K室为例 最高是提供到一成二的折扣优惠 就做不到一成半了 所以就不是卖三百二十九万了 就卖三百四十一万了 因为用这个渐进式公款计划 最高是可以成造楼价八成半的贷款按揭 就是贷多少呢 二百九十万元 什么两球九 差不多三球债上身 当中头四成的贷款 首三十六个月利率是最优惠利率减二点五里 就是P减二点五 其余就是贷款免息的 每月公款多少呢 四千五百八十六元 听起来很吸引 初头啊 期后的利率就为P 但是漸进减少免息额 故此第四至第六年 每个月的公款就会增加至到一万零九八八十元 第七年开始 每个月的公款进一步上升至到一万六千一百七十六元 因此累计三十年 总公款额为五百二十一万九千元 总利息支出两百三十一万七千元 就是你买层三百四十万个单位 你是要给多二百三十万的利息出来 对比起传统的按揭计划又怎样呢 假设贷款额和公款年期相同 以P减二点五里来计算 每个月的公款就是一万一千八百一十四元 三十年间总公款额四百一十二万 总利息支出一百二十六万 大家就会见到 利用新鸿基的漸进式公款计划 总利息支出两百三 传统按揭一百二十六 即是说漸进式的按揭利息 那个支出是多出一百零五万 多出多少啊 多出了八成三 差不多一个开 所以有利就必有弊的 这个世界永远针没有两头利的 世上没有乌托邦的 没有法无 更无天堂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那个 流暴之处了 那你上了会之后 初头就很轻骗了 后来就供到你腰骨都弯了 那你想过了 那些业主是不是呢? 另外根据价单就显示 发展商就提供了多项的现金回赠优惠的 包括呢 如果在某一个期间里面结婚啊 或者计划结婚啊 或者有子女出生呢 最少就可以获五千元现金回赠了 等等这样 那为什么他们要就是 好似银平银贱那样卖呢 速销那样呢 那当然是因为啊 一手楼盘的供应啊 在今年下半年 我们其实有简介过的 之前有一节是 是多得很紧要啊 排山倒海式那样供应出来 你再配合那些移民潮 那七八月肯定是高峰来的了 很多的家长带着子女呢 就去英国的 拿着BNO签证 无逢交接啊嘛 九月就上货了 那所以 你配合那些移民潮底下 需求下降 供应上升 楼价是不是站得稳呢 所以现在 便宜了成半卖给你 你先下一搭 这样呢 就没了 走鸡的了 因为你签了纸的嘛 你怎样都要下定了嘛 不能说反费的 当然是有反费的 就是杀定了 那所以真的 三思而后行 在现在去买楼的话 尤其是这个盘位 他的位置又这样啊 就是 光棍老教仔便便宜莫贪啦 是不是啊 我就无意说 去唱谈楼市啊 或者是唱谈某一些新盘 我又没有利益瓜葛的 但是 我经常都呼吁了 大家买楼呢 其实就是人生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投资 或者有些人 就是投机 的一个决定 来的嘛 那便不要乱来啦 想真些 摄高床板 是不是啊 不要说去买了 买了 这样 你不要想着 好像 哇 有03年的那支歌仔唱 那样 哇 沙士价 一买回去呢 第二年呢 赚他几个开 做梦没那么早 啊 现在根本上 不能够同日而语 而且你们很明显 看到呢 那个楼市是 就是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一路飙一路飙上去 就算 无限QE 现在 我想都看不到 他还有一个 上升的空间 在那儿 除非就是 引到 暖了 根本上 你看到那个需求 是下跌 供应暴升的时候 喂 这个是有一个 供需的定律 在那儿 那 希望那些人想想 我们就 做了最大的功夫 来去 劝喻 这样 好了 跟着下去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单的消息了 星岛日报呢 就说 新世界发展 就放售 旗下的非核生物业 涉及的资金 是高达超过100亿元的 那 新世界行政总裁 兼执行副主席 郑志刚 在日前就表示 下个财政年度 将会处置 90亿至100亿的非核生物业的 知情人士就透露 新世界极速行动 暗盘放售旗下的非核生物业 包括大型商场 酒店 全栋的商下 和公下 其中持有收租25年的 荃湾大型商场D Park 如景新城 即是如景商场 如景新城商场 除了透过外资测量私行 找客之外 新世界里面的销售团队 也是马不停蹄地向目标的客户推介 近期外资基金 積極是欺购大型的物业 其中一家大型的外资基金 就向星岛透露了 近日已经收到了D Park的实盘 商场面积是超过46万6千平方尺 出租率是超过九成半 另外又有停车场 意向价就是60亿元 预料的回报是有三厘七至三厘八 由于地区商场收租稳定 他们是积极研究当中的 这个商场就是由新世界 和香港轻业合作发展 在97年落成 2010年底 新世界是斥资超过13亿7800万元 向香港轻业 买入了商场和车场的五成业拳 现在是全资由新世界拥有的 现在放售的意向价60亿 都赚他几个开的了 放售项目还包括了 新蒲冈六合街19号的 九龙贝尔特酒店 总楼面是有28万5千平方尺 索价超过25亿 还有同区由公下活化而成的 全栋大楼 面积有6万4千平方尺 叫价超过8亿 据说 郑志刚在上周五收市之后 有和投资者交流 抛出了新的指引 包括在2023和2024的财政年度 在中国和香港卖楼目标 分别要有170亿元人民币 和170亿港元 以及将会处置 90亿到100亿元的非核心资产 包括放售一些蚀钱的酒店 所以新世界现在 其实都是将一些 非核心的物业散货 所以一般的投资者 更加要谨慎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